那就在23号上午 蔡英文还回应了 头一天晚上 韩国瑜对民进党的批评 她回击韩国瑜说 你才是权力中毒症 唐女士怎么看待 她的这种回应呢 她这种回应 我们都是可以想象得到 因为民进党上来就是 从来不会承认她有任何错误 所谓权力中毒者 我要讲一下 政治人物有哪一个不爱权力的吗 没有权力你就没有办法做事 人家就说权力是政治人物的春药 但是你君子爱权跟君子爱才一样 你要取之有道 今天如果只是韩国瑜个人的欲望 说他这个贪心不足舌吞象 哎呀才刚当上这个高雄市长 就想要来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那么后面没有任何的民意基础 你可以说他是权力中毒者 可是今天韩国瑜的现象并不是如此 韩国瑜的现象是拜你民进党促成 换句话说 今天韩流之所以起来 是因为你没有把老百姓放在心上 所有老百姓批评你的事件 你都是耍你的嘴皮子 然后一推二五六 这跟我没有关系 这都是国民党造成 这都是大陆造成的 所有的事情跟你都没有关系 那我请问你选你出来做什么呢 所以我们要这样讲 就是说权力有没有中毒 端看老百姓 这次的韩流是老百姓希望韩国瑜出来 希望韩国瑜出来的原因是什么 很简单 因为我跟大家讲 很多台湾的老百姓还当局者民 可是有部分的老百姓已经非常清楚 台湾的命运已经悬之于一线了 大家也知道 现在全台湾百分之七十几都是绿色电视台的 全部都是隐藏蔡政府施政的过失 然后对这个国民党对在野党大家抨击 请问你看到全世界有哪一些的 一些所谓号称民主的地方 是这样子干的呢 这个时候台湾真的已经面临了一个 非常关键的一个关口 就是说未来如果2020 再让蔡英文连任的话 我跟大家讲 所有的意义全部都会消失了 以后会加大整肃的范围 好的感谢两位来宾带来的分析和点评